1982年,河北有一位老妇人去世,可当儿子朱海卿在亲临母亲遗物时,却发现自己的母亲竟是抗日英雄。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? 生命是有限的,但人却能用有限的生命去选择无限的幸福。 朱海卿的母亲张翠萍就是如此。 1982年,在河北小山村的一户普通的农家里,一个老妇人像是预料到什么,激动地拉着儿子朱海卿的手交代起了后事。 可说着说着,却没了声息。 望着床榻上不再言语的母亲,朱海卿有些不可置信,可随后又像是接受到了什么,只觉得无力贪坐在床前,用满载的悲伤,却斥责天地的无情。 可适者已适,留下的人终归得向前看,带着适者的那份寄托好好发展。 这么想着,朱海卿便扎干了眼泪,并按照遗嘱料理起了母亲张翠萍的后事。 只是在朱海卿清理母亲的遗物时,却发现了一些特殊的东西。 在母亲床顶的木箱中,朱海卿发现了一件东西,一件抗日时期的地图, 上面大致标明了日军的进攻方向,与抗日战士们的突围方向。 母亲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吗? 朱海卿有些疑惑,虽然平日里母亲的身份行为和普通妇女没什么两样, 可她深知这些东西绝非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得到的。 之后,更是随着对遗物的调查深入,让朱海卿渐渐发现了母亲是位抗日英雄的真相。 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,也是最叫人愤怒的年代之一。 日寇侵蚀我国领土践踏毁灭我国同胞, 那一桩桩犯下的罪恶便是最为污秽的河流, 也要比它干净得多。 日寇要我亡,那就打。 在河北一带,黎韵昌等致使毅然决然拿起武器, 誓要与日寇决于死战, 而与之同行的还有朱海卿的母亲张翠平。 1943年时,河北一带的抗日队伍得到日军将要出动重武器对其围剿的时候, 为了保留革命力量, 时任济东军区司令的李韵昌决定带着一众志士们转移。 那怎么转移却成了极大的难题。 当时河北被大雪覆盖, 让人很难分辨出复杂的地势, 急于一位熟悉地形老乡帮忙指路, 于是身怀六甲的张翠平便站了出来, 期间同志们并不接受, 甚至还委婉解释着道路的惊险, 但张翠平却坚韧地说, 比起我和孩子, 抗日才更为重要。 于是在张翠平的带领下, 抗日队伍从惊险的悬崖出发, 当时是大雪, 悬崖边被冻得打滑稍有不慎, 就容易失足跌落。 可对此怀着身孕的张翠平却毅然决然, 引导着队伍前进, 便是跌伤,磕伤,甚至几度要跌落, 也没有丝毫畏惧。 索性这转移的一路终究是有惊无险, 在她的带领下, 抗日队伍成功冲出了包围圈, 甚至还在之后, 亲自为抗日提供了帮助。 在一路的艰险中, 怀着身孕的张翠平成功带领队伍, 完成了转移, 但危机也就此而来。 身为孕妇, 在这一路的艰险曲折中, 难免会对孩子有些许影响。 张翠平的现状就是如此, 因为动了胎气, 张翠平的孩子在肚子中不断地挣扎着, 就好像要出生一样。 见情况紧急, 当时带队的李云昌同志, 便立即请来军医给张翠平接生。 虽然情况紧张, 可这一过程却是有惊无险的, 因为一个叫朱海青的小生命, 成功地出生了。 对于这个小生命, 队伍中的大家都喜欢的打紧, 但随着抗日局势的紧张, 大家就只能依依不舍地与张翠平母子作别。 在分别后, 张翠平便回到了河北老家, 只是这一次的她却有些不同。 回家后, 张翠平小心地将家中弄成了一处隐秘的联络站, 为进行抗日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了不少的便利。 有时见其物资不足, 张翠平还会将家中的大半粮食、 钱财通通都支援给抗日同志, 哪怕自己跟孩子会在很长一段时间, 都会饱受饥饿的困扰。 当时有一位同志曾不忍心地说, 老乡, 要不我给您打个欠条, 以好报答您的援助。 可对此张翠平只笑着说, 不碍事, 不碍事, 能帮到抗日就足够了。 言语的高洁实在让人敬佩不如。 在漫长的抗日征途中, 正是有无数像张翠平这样, 无私奉献的英雄们, 我们的抗日才能铸就圣地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, 我们下期再见。